歡迎來到學用數學,數學而用 在前一講,我們通過這個log 取得一個數在低淨位置下 它是幾位數 講這邊的話呢 就會得到67的9淨位 是2位數 那如果再小一點點的話呢 67的5淨位 它會是3位數 有了這個m 我們就可以將這串的結果輸出 先得到這串的前幾位數 接下來呢 再把它導過來輸出就可以得到答案喔 那現在呢 就可以把這一串把它串起來 先新增 一個這個串列 那這串列我們把它叫做什麼呢 叫做這個 RTS R呢就表示它是導過來的 就是從低位到高位 但是呢我們希望呢 先取得它的什麼 先取得它的這個前幾位 對,接下來我們再把它做顛倒 所以FRTS呢 就等於 first RTS 豆點剛才的這個m 好,例如我現在呢 就取得這個四位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再做一個reverse 好,就是 reverse 然後 frts frts 對,這樣子呢就變成 2111 那這邊就把它變成那個 fts 就是沒有這個reverse的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幾個加種 但是它現在是文字的加種喔 文字加種它就會變在一起 好,所以最後呢我們就來輸出一個 就是叫做nd nd呢就等於sum fts 欸,這樣子呢就得到2111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插入一個文字 好,轉換後的結果 轉換後的結果 好,那這裡呢 就來輸入這個 67的三進位就2111 好,67的四進位 這裡就可以得到67的14進位就是4b 好,那這邊呢 有些字母是因為這個關係 是因為這個串列的關係 像這幾個呢都藏起來 這個字呢就會看不到了 所以通過這串列技巧 我們現在就取得一個數 低進位的顯示方式 好,我們再簡單的回顧一下這一節 這一節呢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判斷 欸,這個數輸出是幾位數 那我們使用的方法呢 可以把這個數值取完log 加1 然後再無條件捨去 就可以得到它的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什麼 取得這個列表的前幾個數字 好,通過這個first 接著呢再用reverse把它旋轉 接下來通過sum把它加起來 就可以得到答案哦 以上就是將一個實進位 轉成低進位 那後面呢還有一個更有挑戰的 就是如果我輸出的是一個低進位 那我怎麼把它轉換成實進位呢 鼓勵大家也可以先自行思考一下哦 那之後 進去